欢迎大家收看电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埃隆、马斯克在墨西哥的特斯拉大工厂 采用中国供应商引发华盛顿的担忧 错误之旅 专业人士如何搞砸了零利率的终结 索尼和本田电动车合作计划 在2030年之前推出SUV和紧凑型车型 几家公司正在测试脑质入误 为什么Neuralink引起了如此多的关注 两位教授对伦理问题进行了解读 电动汽车电池回收 欧盟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机会 请大家收看 埃隆、马斯克在墨西哥的特斯拉大工厂 采用中国供应商引发华盛顿的担忧 彭博社 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越来越多地在墨西哥建厂 以供应特斯拉在该国的即将建立的工厂 埃隆、马斯克邀请中国供应商来墨西哥 以复制特斯拉在上海工厂的本地供应链 根据墨西哥国家汽车零部件行业协会的数据 2023年 中国在墨西哥制造并出口到美国的汽车零部件价值 达到11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长了15% 中国企业正在根据墨西哥的商业指南建立庇护公司 并利用该国的商业友好环境 由于担心危及自己在中国的利益 汽车制造商和一些全球供应商并未公开谈论这一趋势 美国税务律师已经找到了一条途径 即在墨西哥设立的中国子公司可以生产符合7500美元美国税收抵免的纯电动汽车 只要不从中国采购电池矿物质或零部件 美国担心中国将通过大规模补贴支持的电动汽车涌入美国和全球市场 错误之旅 专业人士如何搞砸了零利率的终结 彭博社 彭博社的文章强调了过去两年在经济预测 投资策略和金融决策方面的几个值得注意的失误和失败 从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 对冲基金在风险投资上亏损从未到来的经济衰退 这些例子表明了准确预测和驾驭复杂市场和经济状况的挑战 文章强调了保持灵活性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重要性 而不是严格遵循预测或策略 它还强调了应急计划和在做出财务决策时权衡不确定结果的价值 文章中讨论的失败和错误提醒我们 未来本质上是不确定的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专家也会犯错误 它强调了谦逊的必要性 并认识到复杂系统中预测和预测的局限性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对投资者 经济学家和金融决策者来说是一个警示故事 敦促他们以健康的怀疑态度 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意愿来对待他们的工作 索尼和本田电动车合作计划 在2030年之前推出SUV和紧凑型车型 日经亚洲 索尼本田移动 Sony Honda Mobility 是索尼集团和本田汽车合资成立的公司 计划在2020年代末 推出三款电动汽车 EV车型 该公司将于2025年推出一款轿车 2027年推出一款SUV 2028年或之后 推出一款经济实惠的紧凑型车 这三款车型将与特斯拉在美国市场竞争 这个合资企业旨在加强其开发结构 并扩大产品阵容 这三款车型将共享相同的底盘 以降低成本并加快开发速度 紧凑型车型预计与丰田卡罗拉 和大众高尔夫相当 并将与本田独立开发的电动汽车共享部件 几家公司正在测试脑植入物 为什么Neuralink引起了如此多的关注 两位教授对伦理问题进行了解读 雅虎 由埃隆 马斯克创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因缺乏透明度和潜在的伦理问题 而受到批评 Neuralink的硬币大小的N1设备记录 和处理一个人的脑活动 并将其传输到外部设备 如手机或电脑 外部设备学会将特定的脑活动模式 与特定任务相关联 从而使软件执行任务 Neuralink目前的试验重点 是帮助肢体瘫痪的人 控制计算机或智能手机 但该公司的最终目标是 使人类能够与人工智能并驾齐驱 人们对Neuralink的植物缺乏信息 表示担忧 因为该公司没有在Clinical Trials Gal注册其试验 批评者还对身份盗窃 密码破解和勒索的潜在风险 提出了担忧 以及研究试验失去资金的风险 导致患者无法获得设备 电动汽车电池回收 欧盟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机会 德国之声 总部位于德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回收厂 Duisenfeld正在研究 如何使电动汽车电池回收 变得有利可图 旨在帮助欧盟减少对进口材料的依赖 并使电池更加环保可持续 欧盟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建设数十个超级工厂 作为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的一部分 该集团在电池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方面主要依赖进口 这使其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欧盟正在制定新的电动汽车电池中 回收金属的强制最低水平 包括大众 奔驰和瑞典电池制造商 Northworld在内的几家欧洲公司 正在投资电池回收 以使其在经济上可行 Duisenfeld声称 其回收过程已经盈利 该公司采用在氮气环境中 粉碎电池和在真空中低温干燥的组合方法 以防止电池着火和产生有毒气体 然后将粉碎的电池分离成不同的材料 包括还有有价值的电池金属的黑色物质 通过化学过程提取这些金属 据华尔街精选分析师称 三只人工智能 AI股票可能暴跌43%至88% 雅虎 一些华尔街分析师表示 英伟达、NVIDIA、超微电脑、Super Microcomputer 和特斯拉、Tesler等人工智能 AI股票可能会暴跌43%至88% 人工智能趋势推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接近2021年11月以来的历史新高 然而 DA Davidson分析师Gail Laurier认为 英伟达的每股价值为410美元 这意味着有43%的下跌空间 Laurier表示 该公司的增长趋势 将在未来2到6个季度内 开始恢复到趋势线 Dictionary.com正在添加327个新词条 以下是你应该了解的7个词条 国会删报 Dictionary.com新增了327个新词条 173个新定义和1200多个修订的定义 最新添加的词汇包括贪婪通胀 指的是与市场压力无关的价格上涨 生酮流感 指的是开始进行生酮饮食时 暂时感到不适或身体不适的感觉 其他词汇包括床腐烂 指的是白天在床上花费很多时间 通常伴有零食或电子设备 作为一种自愿的远离活动 或压力的退避行为 女孩晚餐 类似于肉食拼盘的一餐 跳板旅行 或者是预定一个在目的地有中转 而不是更贵的直达航班的便宜航班的做法 续航焦虑 指的是担心你的电动汽车的电池 在到达目的地或充电站之前耗尽电力 以及全球沸腾 用于强调极端高温事件的趋势和严重性 特别是与公共健康有关 所有将于2024年上市的新电动汽车 低于6万美元 加拿大环球邮报 预算不超过6万美元的购车者 将在2024年 有几款新的电动汽车 EV可供选择 现代Coneyev在联邦退税后 售价为44077美元 续航里程为420公里 被认为是一个强大的价值主张 奇亚EV9的价格 略高于6万美元的上限 起价接近7万美元 可选全轮驱动 但提供451公里的健康续航里程 Fiscal Ocean 错过了2023年年中的预计交付日期 现在出现在加拿大街头 价格接近基本车型 最初估计的45000美元 全轮驱动续航里程为372公里 特斯拉Model 3经过更新 外观更加流线型 预计将很快抵达加拿大 后轮驱动车型的续航里程为 438公里 长续航里程为548公里 2024年其他经济实惠的电动汽车选择包括 菲亚特500E 本田Prologue 雪佛兰Equinox EV 沃尔沃EX30 Mini Countryman SE和WinFast VF7 前未来员工表示 爱尔兰统一可能在20年内实现 BBC 北爱尔兰办公室Neo的一位前高级官员表示 他相信现任英国政府一般不会反对一个统一的爱尔兰 克里斯 麦卡贝曾参与好周五协议的谈判工作 他表示他不相信任何英国政府会阻止爱尔兰的统一 然而 麦卡贝也表示他不相信爱尔兰的统一会在未来10年内发生 他补充说 与欧洲的脱钩使得爱尔兰的统一更加遥远 财务主管将向议员们介绍资金争议 BBC 北爱尔兰议会审查委员会将邀请斯托蒙特财政部的最高级公务员 尼尔·吉布森出席 此次出席是在英国政府与行政部门就一项33亿英镑的财政援助计划的条款问题上发生争议之际 政府要求地方部长筹集至少1.13亿英镑 但斯托蒙特各党派希望获得更多资金 并表示他们没有承诺筹集收入 政府希望该计划在5月份发布 我在这支基金上损失了53% 我是放弃还是买更多 英国每日电讯 自2021年7月以来 Baley Gifford中国基金已经下跌了53% 这促使Telegraph Money的千玺一代投资者Imagine2质疑她 是否应该出售或持有她的投资 2最初被中国作为中产阶级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的地位所吸引 但最近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打击和国家干预损害了这一投资案例 然而一些专家认为由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和预测的增长机会 中国的情况仍然完好无损 为什么一些PEI公交车司机对他们的新电动校车感到厌烦 加拿大CBC 在爱德华王子岛PEI电动校车一直存在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供暖系统故障 导致校车冰冷 空气压缩机冻结 导致制动困难也是一个问题 在100辆电动校车中 每次有16到18辆在修理厂 制造商Line Electric承认存在问题 并表示正在努力解决 有限的续航里程也是一个问题 学区计划在安装快速充电站之前 使用柴油校车进行长途旅行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新闻内容涵盖了多个领域 从汽车制造到人工智能股票 再到电动汽车电池回收等等 让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我们来谈谈埃隆 马斯克在墨西哥的特斯拉大工厂 采用中国供应商的事情 这引发了华盛顿的担忧 因为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越来越夺底在墨西哥建厂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因为中国企业正在利用墨西哥的商业友好环境 和商业指南来扩大其海外业务 然而 美国担心中国的电动汽车通过大规模补贴 进入全球市场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电动汽车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 接下来 我们谈谈关于专业人士搞砸了零利率终结的问题 这篇文章指出了经济预测 投资策略和金融决策中的一些失误和失败 它提醒我们未来是不确定的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专家也会犯错误 因此 我们需要保持灵活性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然后 我们来看看索尼和本田合作计划 在2030年之前 推出电动SUV和紧凑型车型 这是一个有趣的合作 因为索尼和本田都是知名的公司 在各自领域有着强大的实力 他们的合资企业将加强开发结构 并扩大产品阵容 与特斯拉等其他电动汽车制造商竞争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脑植入物和Neuralink引起的关注 Neuralink是埃隆 马斯克创立的脑机接口公司 它的硬币大小的设备 可以记录和处理一个人的脑活动 然而 它也面临着缺乏透明度和潜在的伦理问题的批评 这引发了人们对植入物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担忧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电动汽车电池回收的问题 德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回收厂Doulisenfeld 正在研究如何使电动汽车电池回收变得有利可图 并帮助欧盟减少对进口材料的依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欧盟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建设数十个超级工厂 但这需要解决电池回收的问题 最后 我们来看看一些华尔街分析师对人工智能股票的预测 一些分析师认为 人工智能股票可能会大幅下跌 这提醒我们投资者要保持警惕 因为市场和经济状况是复杂且不确定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的分析和观点分享 我希望通过幽默而轻松的方式为大家呈现这些新闻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